各位 順便跟我們的天浪的朋友打個招呼吧 然後順便做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獅子和唱團鼓手阿俊 我是團長吉他手李Q 我是吉他手小強 我是蕭敬騰 我們是LION獅子和唱團 因為其實都說歌手的舞台很殘酷嘛 賽制也很磨人喔 我不知道各位到了第五次有沒有 就已經比較習慣了現在這個緊張的賽制了 習慣啊 會覺得很累嗎 就是這一場一場比賽 然後壓力會比較大 還是體力會比較大一點 精神上確實有一點 有一點點在耗水 我們試圖在讓自己很享受這個過程 在尋找方式 那其實有今天這一期跟前 今天這一期跟前面幾期已經有好很多了 對 當時洪康老師是靠什麼把你們給忽悠過來的呢 講實話 我自己很希望獅子來 對 我很希望獅子讓大家認識 好像有網友拍到你們當時在演唱會 台灣演唱會之後 就跟洪康老師一起吃了燈火鍋 沒有 那是我們私底下交情好 所以不是靠那種火鍋把你們給吸引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一個火鍋就可以 就可以解決一件這麼大的事情 所以當時來的時候有沒有猶豫過呢 就是要跟這些 就在這個舞台上跟一些 音樂上的一些前輩也好 或者說是也唱歌唱得很好的一些歌手以及禁忌 嗯 我從未想過 而且我也不喜歡這種感覺 因為 你知道 音樂是一個快樂的東西 它是一個很美好的享受 那當這個東西 發生 產生了競賽的時候 它是很 我覺得是不快樂的 我覺得不快樂 所以 嗯 所以 我覺得心態上面一定要調適好 就是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舞台 它是一個遊戲 它不是一個 考核 也不是一個 也不是一個 分出勝負的 戰場 對 你必須要 做好這樣子的心理健身 才可以很好 嗯 說實話 我們希望自己做得很好 自己做得更好 那民視 我覺得 只是一個心 心中的期待 那它不會讓我們 我個人 我不會緊張 對 說實話 說實話 當時接到剛邀約的時候 就想過是以團隊的形式來參賽 還是 有想過說老蕭一個人來就夠 團隊 對 其實可能對內地觀眾而言 其實 認識老蕭會更多一點 可能對獅子稍微還陌生一點 所以獅子來了 嗯 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所以 其他三位有想過 就是這一次 就是第一次 就是歌手的 這樣的一個氣勢 就是跟內地的觀眾見面 很高興 那我在來之前 我自己的話 來之前 我是很 很緊張的 緊張 然後很擔心的 因為 不知道 來了會有什麼狀況 嗯 然後 畢竟 也有很多歌 我們要開始改編 改編完 要練團 練完團 要 夠熟 可以到台上 演出 而不是 演奏 是要演出 所以一開始我是蠻緊張 但是 好在就是 我們有 整個團隊幫我們 打理所有的時間 所有的時間安排 真的啊 你不覺得啊 真的是這樣 所以現在 到現在這一步 我真的 算是 安了心 然後 也慢慢是在 享受 這個過程 所以來之前 有聽一下吧 內地哪些搖滾 比較受 聽眾的歡迎 然後又想說 要去選他們的歌 就類的 選他們的歌啊 就是 來之前你不是比較擔心嗎 那來之前有去 稍微了解一下 內地觀眾現在是在 聽什麼歌啊 是會啊 一定會 多少會了解一下 那 作為參考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我們可以把 把持住 獅子的一些 一些 想帶給大家的一些訊息 正面的訊息 所以 當然我們 我們還是會參考很多 大眾想 期待聽到的音樂 對 就是看你們前幾場的選歌啊 從汪峰到王菲 包括這一場有選 風 主要也好像 大家看來好像 風格還蠻多變的 其實 選曲方法還挺廣的 真的嗎 真的嗎 對 謝謝謝謝 對 就是你們是怎麼挑選這些歌詞 就是來參賽的 蛤 蛤 不是稱讚嗎 是稱讚的 是啊 車挑選的風格很多變了很多變了 對啊 你們是怎麼去排兵附陣的 就是對這些歌詞挑選 其實我們 我們都是一起玩 才去想下一期 我們沒辦法先排 我們沒空 沒空排啊 所以 像上一期玩了 我們在這一期 我們才有今天這一期的頭緒 那今天這一期玩了 也許答案 待會兒洪桃老師給我們的答案 就是我們下一期的 資訊 嗯 那有會跟其他歌手吸取一下嗎 就比方每一場完了之後 可以說 這個ID 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可能有受到影響 或啟發之類的 呃 當然我們在欣賞每一個歌手 演唱的時候 我們一定都會有 有所成長 嗯 我覺得這是肯定的 對然後 嗯 對 就比方說 上一場 播出上一場 章姐有來了一段自新的Rap 好像凡小滿強烈的 你們有沒有考慮說在搖滾裡面加這個 我覺得挺棒的 但目前還沒有等這個打算 嗯 因為其實 因為你們的選曲風格還 蠻多變的 那會不會覺得說 欸好像獅子的風格定位並不是很明顯啊 那我不知道你們這怎麼定位 不會啊我們就是搖滾啊 嗯 其實我們就是搖滾樂團 那麼 我們未來也希望帶給大家更多元的一些音樂風格 但是要必須先讓大家熟悉 嗯 其實 主要的一個狀態 嗯 那四位 本來說受到比較影響的那種搖滾樂 是比較一致的嗎 還是其實有嗎 不一樣 不太一樣 不太一致 大概是個什麼狀況 你先講 你說我受到影響的 對對對 我說以前 你怎麼猜到了 我當初聽到王菲這首歌的時候 我說三寒淚小 沒有 嗯 我一開始受到搖滾樂 影響的都是一些 比較叛逆的樂團 真的比較凶狠一點 重刻金屬之類的嗎 那種的 然後 可能 可能不是很正派的那種樂團 然後 比較 也不是比較有技術性的 所以加入這個樂團的時候 我就非常挑戰性 我在開始回顧以前 嗯 就是 沒有去參與到那個搖滾的那一塊 然後再 再去 好好的 檢視一下我 長期以來玩樂器的一些基本功啊什麼 重新開始整理一下 我就 其實也真實就是 喜歡上真正的搖滾 嗯 但是一開始影響我的都是一些 比較 真的 比較 怎麼說呢 比較兇狠的搖滾 嗯 就比較叛逆的 黃金屬之類的嗎 啊 不到那種 之類的 但是有可能就是 你聽不懂他歌詞在唱什麼 噶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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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 那類 對 對啊 吃人肉 大概這樣 大概這樣 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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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有考慮在舞台上 展示一下這種極端的音樂嗎 你會這樣唱嗎 會不會這樣 會不會這樣 怎麼幹 應該 應該 其他三位呢 你說喜歡的樂團 對 對 我 我 我影響最多的是 皮頭絲和 Van Helen 這兩個樂團 對 好不一樣 感覺兩位 就開始不一樣了 但是我 第一次聽到王菲的時候 其實我是有嚇到 真的 那個時候我在當兵 那時候在當兵 我看到那MV 然後我就 唉唷 這個傢伙要操 這個傢伙 我竟然變成一個傢伙了 這傢伙 你先 我先 我是高中聽 對 我也是三藍類 好多人 好多人 我是聽 Mr. Big 跟 Deep Purple 對 然後還有那個 夢劇場 就影響我很深 對 對 那 我是 Deep Purple 跟夢劇場 好 我是 我起摸應該是 方小飛 對 所以這首有唱他 對 但是我 我後期 真正愛 最愛的是 Mr. Big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 各位有沒有關注之前 之前幾季的比賽 其實也有一些搖滾的歌手 有出現在這個舞台上 但其實好像他們的 最終的名字 不是那麼的高 那我不知道你們 這開始的時候 會有一點擔心說 搖滾在這個舞台上 其實我們來了之後 很多人都一直暗示我們 在這個舞台 其實 很不適合搖滾 搖滾不討好 等等等等的 但是 當然還是有很多人支持我們 包括洪桃老師 其實 一直給我們 很多的信心 不然 我們也不會來到這邊 對 所以 其實我們試圖的讓大家 重新認識搖滾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可能 現在 也 不太適合那種 太叛逆的東西 但是我們 也不是那種 所以 希望可以 藉由 獅子和唱團 讓大家重新認識 所謂的搖滾 然後 認識我們的 音樂 屬性 音樂類型 對 前三七的時候 可能 名次好像一直都處在中游階段 第四 第五 我不知道那時候 各位有沒有召集 比如說有開會說要上場 上場 接下來 該怎麼改變啊 或者說是往前再衝一衝 講實話 肯定有 而且很 那時候很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 你很想 好 然後很想知道 到底群眾要的是什麼 可是你無從下手 因為 你第一期唱完了 然後 第四名 第二期做了一點調適 第四名 第三期 哇做了很大的調適 第五名 然後再來 你又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第四期 我們就是覺得 這個應該可以的 可以的 只有洪桃老師說不行 編曲重新全部重改 直接打槍 打槍 打槍 懂嗎 反正就是說 整個推翻 然後我們整個慌了 慌完之後 那一場竟然第一名 所以 我們 就不知道 到底方向是什麼 到現在其實 我們很期待 今天這個到底是 結果會是如何 因為這個答案 會關於我們下一期 應該要 怎麼下手 其實這一季 有被稱為 是魔王之針 因為 各位老師的實力都很巧 那我不知道 就是 你們平時會不會 挺有壓力 那四位會怎麼 互相 彼此的緊張的情緒呢 就打下去吧 真的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每個人 書姐壓力 都會 就是在自己 這裡面 這裡面 我是運動 我是運動 對 其實 名次真的 對我來說 真的沒什麼壓力 而且來歌手舞台 其實已經得到很多東西了 比如說 能夠看到這麼多 天王天后等級的歌手 不但跟他們同台 然後 他們還對我們 就是一直很 很關心我們 很照顧我們 就真的很值得了已經 對 所以其實 沒有壓力 老師是問你 紓壓的方式 沒有壓力 怎麼紓壓 喔 對啊 喔 不然 好 好 好 紓壓的方式 就是回家 回家 對 踏入我的家門 我就紓壓 對 我會看到我的家人 然後什麼東西 就是 你不會覺得你家太遠 蛤 我家 蠻遠的 在回家的過程當中壓力很大 怕沒有 怕沒有油 怕命太短 回不了家 就什麼 太冷 我家住在那個 就是 邊緣 在家裡玩樂器的時候 跟 我們在休息室裡面 等到玩樂器 氣氛不一樣 回到家 我也是會玩樂器 因為沒有壓力 但是在這邊玩樂器 是會 也是紓壓 但是那個氣氛是不太一樣 對 回家 好 謝謝 我的話是練鼓 對 我只要可以 打到鼓 我的情緒 就可以有 釋放 有別的嗎 疊到 可能不太能播啊 沒有啦 我開玩笑 我開玩笑 不要當這好嗎 你先當鼓掌 就不要保護你了 沒有我就真的都是打鼓啦 好 對 然後 沒有 不好說 打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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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一下 好 其實 就是 比賽的環節是很緊張的 那我不知道 老三有跟張姐是很好的朋友 以前也有參加過同大的 類似的音樂 對 那我不知道這次變成競爭對手的關係 沒有啦 雖然 形式是競爭對手 但我們心態 就不是嘛 我們真的是每一集都在看很多非常優秀的 的音樂家 歌唱家 在 在表現自己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很棒的 很棒的磨練 那我們都是在跟自己競爭 希望自己每一次一次比一次更好 其實我覺得比彩排好就好 但永遠彩排是最好 對啊 就是這樣 沒有所謂的比較的心態 真的沒有 那其實以前可能出現在舞台上 更多是以個人的心態出現 但這次其實是以團隊的心態出現 我不知道你現在自己 就是已經適應這種身份的轉變了嗎 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話 我可以啊 我可以啊 對 他們可能會比較困難 但現在他們慢慢越來越好 對 三位有適應說 現在的環境嗎 我覺得很好 就已經適應說面對大眾 然後出來就是 還在適應 有什麼讓你夠適應的嗎 其實有很多啦 就面對媒體 那個也都在事情當中 就是 就是說 慢慢再提升 沒有一個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現在還在摸索 那我們也是三個 我們三個的壓力 可能跟老蕭不太一樣 我們三個就是要儘快 跟上老蕭的腳步 不要讓可能大家覺得說 老蕭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決定 最好是這樣 那老蕭的部分就是 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決定 他自己要小罵說服他自己 對 所以 你是一直很想明白說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決定 所以你們自己要繼續 就是大家一起提升 對 這很重要 嗯 在自己的立場 分享一下他自己覺得 需不需要改變 需不需要調整 對 然後最後會綜合一個結果 我們不會是那種 完全是要這樣 誰都別想這樣 不會 不可能 分子比較多的是在哪個方面呢 當然還是 首先音樂喔 再來就是 現場演出的方式 其實很多的時候都是在 如何表演這件事情上面糾結 對 我覺得這個 是蠻深奧的 我認為 是蠻深奧的 是蠻深奧的 是蠻深奧的